9月24日至26日,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一行访问重庆,这是她就任特首以来首次访问重庆,指败进一步加强于党两地各领域交流合作。 林郑月娥一行参观考察了重庆光环购物公园、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、重庆里家智慧公园、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及红颜革命纪念馆等地。 了解重庆自然人文、服务贸易、智能制造、智慧生活、工业、互联网等发展情况。 重庆和香港的经贸文化交流历史悠久,可追附到抗日战争时期。 当时,重庆是国民政府战时首都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。 香港是联系海外的关键通道,两地建立了空中走廊,大量物资通过香港周转,人员往来频繁。 改革开放后,尤其是1997年香港回归和重庆直辖后,两地交流日益紧密。 香港不仅是重庆最大的外资来源地,也是重庆重要的贸易市场。 截至2021年6月,重庆累计设立香港外商投资企业3200余家,实际利用外资近700亿美元。 香港投资占重庆累计利用外资总额近56%,2021年1至6月,重庆与香港进出口额314.02亿元,同比增长137.2%。 我们过去30多年,我们的制造业已经搬到内地去,但是香港还保持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贸易中心。 去年我们以货物的贸易量是全球第六大,所以这个也可以作为一个国际的贸易中心, 也可以跟重庆有紧密的联系,因为重庆还是一个第二产业很强的城市,所以重庆的出产的货物也可以多用香港到全世界去。 重庆和香港贸易往来和双向投资涉及领域广泛,经济联系非常密切。 香港不仅是重庆对外投资重要平台和最大的外资来源地,也是重庆企业走出去开展境外融资的重要窗口平台。 重庆市在港投资备案企业,数量在全市境外备案企业总数中的占比排名第一。 重庆在港上市企业现有17家,总市值2652亿元人民币。 香港是重庆企业境外融资的主要市场。 香港的这个证券的市场是非常蓬勃的,所以你看这个重庆的企业,它要这个融资,它要走向国际,也可以多用香港。 我看过一些数字,香港现在有大概2500家上市公司,超过一半是中国的企业,但是重庆只有十多个,所以应该还有很多的空间。 重庆的企业可以多用香港做一个上市的平台。 除了经贸交流合作密不可分,重庆和香港在科技教育、文化旅游、人才交流、平台建设等方面亦有建树。 如部分重庆高校企业,已与香港高校就产学研转化,即科技人才培育培训开展合作。 又如两地政府部门每年举办多场活动,加强文化交流控状,联合搭建重庆文化旅游香港推广中心文旅合作新平台。 携手组织旅游展会,支持旅行商设计旅游新产品,激发旅游产业发展活力。